好,你一開閘的時候,前面快點,中間位置有奇風,外面有賞心星,再在內蘭有這隻財水走上一點,大約跟著第四位就是靚藤王,紅衣白帽,內蘭第五位粉紅衣就是這隻帝豪寶區,再跟著第六位藍衣,異性雙級,後面四匹馬,火天大友,尾衣是紅塗機會,暫時電後兩匹馬,黑衣就競進飛鷹,拍著他在外面就是那隻醒目快驅 好,接近這個千二脈的斷柱,前面帶頭的馬是奇風,跟著第二位財水,第三位的馬就是黃衣的賞心星,內蘭第四,帝豪寶區,跟著第五還有這隻靚藤王,在後面內蘭第六位,紅藍衣那隻火天大友,外面是異性雙級,後面三匹馬,分別是紅塗機會,競進飛鷹,包了落尾,仍然是那隻醒目快驅來的 好,開始轉這個香港太陽軟彎,前面的次序都沒有動過了,就是奇風,跟著是財水,外面就是賞心星,外面是帝豪寶區的粉紅衣,第五位,紅衣,白帽,靚藤王,外面就是火天大友,外面踩柔,紅塗機會就嗓嗓聲走了上去,最後那些星期都醒目快驅,尾衣,尾以,異性雙級,包了落尾,仍然是那隻競進飛鷹 好,直到這樣,前面奇風操控了步速了,跟著第二位的馬,移出去中檔有財水,分裂三四位,中檔黃衣,賞心星,埋便紫色眼罩,就是帝豪寶區被人封住,夠不夠位出呢? 見到中檔位置,還有火天大友,紅塗機會衝一衝就收工了,鬥到最後200米左右,埋便奇風,鬥緊紅衣,財水,中間位置,帝豪寶區就一直被那隻賞心星壓住,在後面的馬,還有火天大友,接近終點,奇風擺在前面, 仍然是占先半個身,贏出這場賽事,跑第二名,就是那隻財水,至於第三名,中檔位置,黃衣,是那隻賞心星,第四名,有外面的火天大友,埋便帝豪寶區是近的,結果這隻奇風,沙田草地賽都搞得定了,結果一放到底,財水第二,賞心星應該是第三個機會,就高過那隻火天大友,埋便粉紅衣,好像都是不夠位了,那隻帝豪寶區 投場賽事,贏馬就是奇風,初次跑沙田這個路程